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来介绍12年国教新课纲 技术型高中社会领域课程纲要 简报将从新课纲的改变 素养导向的教学与评量 行政配套措施 如何促进一般科目及专业群科的整合连结 议题如何融入势力等面向 协助大家对技术型高中的社会领纲 有概略性的认识 第一章12年国教新课纲改了什么 12年国教新课纲为了实现全人教育的理想 定定自发互动共好的理念 希望适信养财成就每一个孩子 因此定定了四个总体课程目标 希望培养学生终身学习成为解决问题的行动者 从九九课纲到新课纲可发现仍然重视务实致用的专业技能 但是更强调核心素养在专业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社会领纲也依循这样的原则 进行提纲切领的规划 新课纲以学生为主体 核心素养成为课程发展的主轴 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在的生活 面对未来的挑战 所以在课程教学上 不但要重视知识的运用 更要重视能力的增进及态度的养成 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 三面指的是自主行动、沟通互动及社会参与 九项就是指三个面向下所产生的具体内涵 为了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 因此强调情境的实际运用 以及跨领域与科技的整合 并在生活中实践 从总纲到领纲核心素养的转化 具体呈现在学习重点的规划上 学习重点分为学习内容跟学习表现 两者都是以学习者为主体的素养学习进行规划的 必须学习表现与学习内容充分交织 并进行课程转化以后 才能呼应社会领域的核心素养 十二年国教社会领纲 根植于总纲 适性扬才 终身学习之愿景 结合社会领域教育的价值与作用 以人文与社会学科相关知识为基础 含育新世代的公民素养 培育公民面对各种挑战时 能做出影响共好的抉择 并具社会实践力 途中所示为社会领纲的架构 这次社会领纲 是普、纪、纵 三类型高中共同研修 因此在基本理念 课程目标与核心素养都是共通的 以培养所有高中生 所应具有的公民素养 另外 学习重点中的学习表现 则是提出领域的共同架构 三类型高中的学习表现相通 在历史部分应学习内容规划而略有差异 社会领纲的原则与特色 第一 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素养学习 避免过于偏重知识内容的传递 第二 强调循序连贯发展的重要 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第三 提供学校开课及教师弹性选择学习内容 调整结束的空间 第四 鼓励领域内各科目统整 新增社会探究与实作 提供协同合作空间 社会领纲与九九课纲有什么差别 第一 九九课纲 历史 地理 公民与社会三科都是必修 新课纲则规定 三科至少选两科 第二 新课纲在地理 历史 公民与社会的科目下 可规划两学分的社会探究与实作 统整课程 第三 在九九课纲 历史 地理 公民 与社会三科 提供不同版本 供学生选修 新课纲则是在共同的主题架构下 提供教师 依据学校课程规划 与群科属性 弹性选择的空间 社会领域的学习表现 包含认知历程 情谊态度 与技能行动 以理解及思辨 态度及价值 和实作及参与 作为领域的共同架构 在依各教育阶段 及领域科目的特性 加以展现 社会领纲学习内容的整体架构 在国小部分 是由四大主题轴 构成的领域统整课程 国高中才分科设计 在历史部分 国中是通史 高中是专题 在地理部分 国高中各以不同的三大主题 来规划学习内容 在公民与社会部分 国高中都是用四大主题 来规划学习内容 另外在季高 地理、历史、公民与社会的科目下 可规划两学分的社会看就与实作 统整课程 新课纲的历史课 改变过去单一区域的统史架构 改采专题式架构 并回应学生实际生活状况 与专业群科属性 提供弹性选择的空间 历史课强调 统整性与专业性 在国中的学习基础上 整合台湾、中国与世界史的历史学习 以饮食文化、服饰、建筑、交通 及科技等五大主题呈现学习内容 除了主题A 如何认识过去为B选外 主题B至F 可依学校群科属性 与学生学习需求 弹性选择 新课纲的地理科 强调引导学生 从宏观的角度 探究日常生活的问题 以地理技能、地理系统 以及地理视野三大主题 呈现学习内容 有别于过去 以自然与人文之通论地理 或涵盖世界各地区 直区域地理的内容架构 从比较表中 可以看出新课纲的三大主题 十大项目 除维持地理技能的项目 其他项目则是以九九克刚为基础的延伸发展 例如 环境系统强调大气圈 岩石圈表层 水圈 及生物圈的有机关联 生态景观则是自然与人文兼重 新课纲的公民与社会科 强调公民的养成 以公民身份认同 及社群社会生活的组织及制度 社会的运作治理及参与实践 以及民主社会的理想 及现实的四大主题呈现学习内容 避免过去以心理、社会、文化、法律、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分论的内容架构 从比较表中 可以看出新课纲的项目 主要是以九九克刚的主题与内容为基础 进行整合 以更符合公民养成的目标 大多数条目是采提问方式续写 更能凸显公民与社会科探究思辨的学科本质 主题题中所新增的内容 大多是九九克刚的延伸 例如社会安全、科技发展与公平正义 另外也有因移到国中阶段或其他科目而删减的 例如个人与家庭、环境与永续等 最后考量授课时数与学生需求 也删减了偏认知性的内容 社会探究与实作是整合社会领域的学科内容知识 含有探究本质的实作课程 透过议题探究的实际操作 培养学生发现、认识及解决社会生活问题或议题的公民素养 建议由社会领域各科教师或其他领域相关教师协同开课 社会探究与实作开课时的科目名称 仍为历史、地理或公民与社会 但另于课程计划填报系统中勾选探究与实作项目 第二章 素养导向教学与评量怎么做 新课纲所谓的素养 其实很注重知识的实践 因此也就强调情境化与脉络化的学习 目的是希望学生在接触某个知识的时候就能体会发觉他潜在的应用性 素养导向的学习评量应掌握以下四大原则 一、应依据社会领纲之课程目标、核心素养、学习表现及学习内容 二、坚重学习历程与结果 采用纸笔测验、作业练习、实作评量、田野时长、专题报告、档案评量等多元形式 以诊断学习问题并检视学习成效 三、评量的内容应考量学生身心发展、个别差异及文化差异 四、物流于零岁的知识记忆 而应兼重高层次的认知、情意、技能表现及其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 此外、教师进行学习评量后也应分析评量结果 以作为教学反思、调整及补救教学的参考 历史科的素养导向教学可以怎么做呢? 以台湾饮食的发展为例 可以透过文本阅读及资料搜集整理等方式 理解台湾农业发展与饮食文化变迁的关系 并能制作台湾特色小吃的简介文宣 台湾饮食的发展、教学势力与素养导向教学原则的呼应关系如图所示 例如借由文本阅读、资料搜集整理、到制作文宣 串联农业发展与饮食文化变迁 重视情境与脉络化的学习 历史科的素养导向评量事例 取自106学年度大学指定科目考试试题 这是从历史类小说推论历史脉络的纸笔测验 学习评量也可采用学习单、历史类作品创作等多元形式 地理科的素养导向教学可以怎么做呢? 以地理技能之、地理资讯系统的生活运用为例 可让学生利用Google地图查询核电厂位置 运用谍图分析及环域分析的概念 探讨台湾各核电厂的疏散圈及其影响 地理资讯系统的生活运用教学事例 与素养导向教学原则的呼应关系如图所示 可以台湾各核电厂为例 探讨核电厂的位置、疏散圈的范围及影响 强调实践力的表现 地理科的素养导向评量事例 取自105学年度大学学测社会考课试题 这是一道融入生活情境 需要利用地图理解地理资讯系统 环域分析概念的纸笔测验 学习评量也可采用学习单 分组讨论及上台报告 绘制相关主题地图等多元形式 公民与社会科的素养导向教学可以怎么做呢? 以选战风云、我国地方及中央选举对公民参与的影响为例 可以透过由学生模拟立委选举 分组扮演党主席的桌游方式 以立委选举作为学习的情境脉络 增进学生对不同层级公职人员的选举制度及特性的理解 透过桌游的模拟也可以帮助学生察觉我国选举文化中的问题 选战风云的教学势力与素养导向教学原则的呼应关系如图所示 例如透过桌游让学生了解地方及中央名义代表选举制度及其特性 关心选举议题并尊重不同主张 以整合知识、能力与态度 公民与社会科的素养导向评量事例 取自107学年度大学学测社会考课试题 这是一道融入生活情境需要运用资料与图表理解的纸笔测验 学习评量也可采用学习单、作业练习、实作评量、专题报告、档案评量等多元形式 第三章 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 皆已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视现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以学校具已规划新课纲课程 第四章 如何促进社会领域与一般科目专业群科的整合与连结 跨域学习强调结合各领域科目的学习表现和学习内容 应用于理解或解决真实情境脉络中的问题 可分为一般科目跨一般科目 一般科目跨专业实习科目 及专业实习科目跨专业实习科目三种 十二年国教新课纲 以八大领域及十五群科为基础 促成跨领域或跨科目的教与学 社会领域如何与一般科目整合 历史科跨一般科目的教学 以饮食文化的世界主题为例 可从历史脉络出发 探讨重要变迁与发展 亦可跨及多个科目的学科内容 例如 可导入地理系统的观点 了解生活世界中饮食体系的变迁 或与公民与社会的全球关联相连结 探讨本土文化产业如何调试与创新 也可借重国语文与艺术生活两科目 所培养的文字表现力 与图像创作力 引导学生制作融入历史情怀的台湾特色小吃文宣 地理科跨一般科目的教学 以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资产单元为例 可以地理的观点出发 介绍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资产 并跨及多个科目的学科内容 例如 可在历史脉络下 探讨文化资产的历史想象与当代价值 也可透过文学的书写 反映文化资产的价值 或结合多元感官体验 鉴赏艺术文化 将文化资产的活化融入生活世界 公民与社会科跨一般科目的教学 以全球关联单元为例 可先由公民与社会的观点出发 介绍全球化现象及其隐忧 并跨及多个科目的学科内容 例如 可探讨资讯科技的发展 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也可在地理脉络下 探讨全球化与在地化的概念 或透过历史科对于当代全球饮食趋势的讨论 去理解本土文化产业如何调试与创新 接下来 介绍社会领域如何与专业群科连结 历史可谈性选择的五大主题 都可对应相关群科专业 教师亦可考量学生需求及兴趣 与学校特色做谈性组合课程 例如 饮食文化的世界 可融入餐旅群的饮料食物教学 服饰的历史 可融入家政群的服装设计食物 及制作食物教学 建筑的历史 可与土木与建筑群的工程概论相连结 科技的历史 可与电机电子群相连结 探讨行动装置在人类科技发展所处的位置 以及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历史科主题第一 饮食文化的世界 可与餐旅群相关的学习内容相结合 例如 饮料食物中 查历史与发展趋势 咖啡历史与发展趋势 也可结合观光餐旅的英语绘画 用英语表达相关知识 或可以从咖啡圆豆 经烘培到饮用的发展 探讨饮食的交流与作物的传播 历史科主题第一 建筑的历史 可与土木与建筑群相关学习内容相连结 例如 土木建筑工程与技术概论中 所介绍的土木与建筑之产业演进 以及人居的都市蓝图等 可作为讲述建筑的历史之具体实例 并对知名建筑物如台北101进行历史考察 地理跨相关群科的教学 以文化资产的保存与活化单元为例 可借用商管群的专业 探讨文化资产的经营管理 或可借用土建群的专长来探讨历史建筑与修复的相关问题 而如何融入当代的设计元素 则是文化资产能否活化的关键因素 地理科的文化资产项目 可以设计群相关的学习内容相结合 例如可以探讨名胜古迹的设计 造型美学与文化的相互影响 以及活化利用的行动方案 公民与社会跨相关群科的教学 以资源有限与分配又应单元为例 可和商管群的商业概论一起探讨 厂商生产时如何进行资源的分配 也可以与家政群的家政概论来探讨 家庭经济与消费的相关问题 而如何透过又应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则是行销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公民与社会科的资源有限与分配又应单元 可以与商管群相关的学习内容相结合 例如可以探讨个人选择 政府决策时需考虑机会成本 以及结合商业行销 探讨政府如何透过又应 进而改变人民行为 第五章 议题如何融入 以性别平等教育议题 融入历史科知服饰的实质 与象征意义为例 可从服饰衣着与性别的关系 探究社会文化对于身体异象的影响 以海洋教育议题 融入地理科知 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资产为例 台湾妈祖信仰是珍贵的文化资产 可与其他国家海洋民俗文化进行比较 与人权教育议题融入公民与社会科知多元文化为例 我们可以用印尼移工开斋节 与学生讨论国际移工的文化适应与冲突议题 总结 面对挑战 影像共好 改变从我们开始 我们开始行为健康的文化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